各位不用想了 就是會偷到最後面的 不用期待了 對不對來 10月4號的時候拋全民調 國民黨的時候第一時間沒有回應 後來國民黨提出總統初選 後來雙邊又在會談 會談了好幾次 對不對 那最後還是無果嘛 對不對 甚至還鬧出來說什麼金普聰掛電話嘛 然後在金普聰在這個 黃金會上拋出總統初選嘛 然後民眾黨不高興嘛 一直罵罵叫嘛 對不對 然後一路拖到最後面 雙邊還是沒有共識 侯友宜說火車過戰不等人 然後那時候所有基層 藍營基層的壓力都炸鍋 說我們藍營自己選 我們正藍的自己選 我們泛藍自己選 不需要仰賴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的民調持續走跌嘛 侯友宜的民調持續上升嘛 那時候 柯文哲這時候講說什麼 說我只是要公平公正的方法 這時候已經在政黨協商囉 已經進入到所謂的政黨協商喔 侯友宜跟朱立倫已經出來講說 沒有任何的什麼全民調或 總統初選了 就是政黨協商喔 結果 柯文哲這時候喊說我要公平公正的規則嘛 那時候我講什麼 我說他還是要比全民調 他根本沒有要談 我那時候一堆人在罵我嘛 大家都不相信嘛 對不對就說哎呀 張宇軒亂講嘛 那你看一下現在的狀況嘛 對不對 喔然後你看到那時候都就講啦 被問到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堅持全民調 我沒有堅持全民調 11月3號的時候 柯文哲還說我沒有要堅持全民調 我不堅持全民調 我沒有要堅持全民調 我只要公平公正 結果現在勒 各位 繞了一大圈你有沒有注意到 從 全民調 總統初選 然後再到政黨協商 然後 再到 這個日本德國 最後繞了一大圈 從10月4號 到今天 又繞回了全民調 什麼都沒有進展 而 民眾黨什麼都沒有退讓 反正就是堅持要全民調 過去大家在走路政黨協商說什麼 說時辰已經來不及了 不用再談了 不用再講全民調了 結果今天 有趣的是 當現在 只剩下最後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再度回到了全民調 我們再度回到了10月4號 這兩個快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一個半月的時間 通通在跳針 我早就說別談 對不對 來我們來聽一下柯文哲今天講什麼 很多人都一直講說什麼 張雨萱你這個 這個主戰派搞分錯了 我從頭到尾就組合 因為我知道這樣子不會合 但很多人就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就覺得對人要談要談你不要這樣子 那時候聊天室一堆人在罵 對人要跟他談啦你不要在那邊 我就講了 你這個 各位 腦袋不是直線性思考的 腦袋不是直線性思考的 不是什麼事都直求對決 你真的想要他合就不能做這種事情 因為你越跟他談越會增加他不合的底氣啊 為什麼就聽不懂呢 你如果真心希望藍白合就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那如今這還有什麼好講 來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的跟各位分析 放心 好 來 除了總統的這個選舉還有一點爭執以外 其他各部分都沒有問題啊 包括整個政策綱領 包括以前提出那什麼七大主張 絕大多數國民黨也都同意嘛 還有一個我相信在將 來各位我先跟各位講一個故事喔 這個故事我也講過了 但你們都不聽啦 所以我也沒辦法 我先前已經跟各位講 你去搜尋一下 柯文哲的新聞 把所有藍白河的新聞扣掉 看一下他還剩下什麼 他沒有話題啊 他只能炒作藍白河 但是偏偏現在又要把全民調 把藍白河這個議題送給柯文哲 讓他繼續鬧 讓他繼續吵 我跟各位再保證一次 這些討論跟這些新聞上的炒作 對於藍白的審核半點幫助都沒有 真的要幫助你就私底下去協助運作嘛 不是對媒體公開放話 各位你可以去扣掉柯文哲現在的新聞 你看一下 柯文哲近期的新聞你把藍白河去掉之後你會發現只剩下一條 那一條就是 罵髒話疑似罵髒話影片就只有這條新聞 扣掉藍白河之後就只有疑似罵髒話影片就只有這條新聞 還有這個科辦急急忙忙跑出來澄清辯解的這些新聞 沒了 但沒辦法 就有成像要事件 拋出這個議題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但沒辦法 我待會會解釋為什麼完全沒有疑義 好不好我們先聽下去 來選後的這個 包括現在在現階段的立法委員選舉 區立委的選舉 當然那個政黨票就各自努力 部分區自己努力 區立委 其實有衝突的也不多 大部分都可以互相合作 那選後的這一種 國會跟 跟行政部門的 合作 我現在看起來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 這個合你知道齁 其實他這個合作的合 其實先決條件是和平和諧的合 所以藍白河在這個和諧上面 或是說 應該沒什麼問題 昨天怎麼看昨天好像傳出說 柯文哲你要聽懂這個概念 柯文哲的意思是說現在不一定要藍白河 他在買一個伏筆 如果這樣繼續走下去對不對 我再問一件事情到底是 你主張全民調 然後把所有壓力甩到國民黨身上 讓國民黨 自己內訌 內鬥內行 一堆人湊罵自己人 然後明明都已經走入政黨協商 都已經時過今天多久了 然後在最後一刻已經完全來不及的時候 突然又拋一個全民調 然後讓所有人再來罵侯友宜 然後把所有責任轉嫁到國民黨身上 然後讓柯文哲 得到正當性 讓柯文哲的民調升高 讓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調差距變小 請問這個叫做幫助整合 請問這個叫幫助回流 還是說我把這件事情點出來 然後我會造成侯友宜的民調下滑 這邏輯其實很簡單嘛 我相信不爽的人很多嘛 但我就點到為止嘛對不對 你聊天室裡面多少人對這件事情 整個氣到快炸過 來 重點是柯文哲為什麼要講藍白和諧 所以他言下之意就是說 如果就算破局 我還是要國民黨的票 這就白話文 如果就算破局我還是要國民黨的票 沒關係各位我覺得大家 各自開心就好了反正 最後如果破局的話 對嘛 那也沒辦法 因為這是國民黨 自己的問題 國民黨就是有自我毀滅的傾向 好不好 市長主席已經答應馬英九要來採全民調這樣的方式 你自己有知道這樣的消息嗎 這樣啦因為 其實這個時間真的剩下不多了 最後還是要做個決策 今天是因為台灣有超過60%的民意 期望政黨輪替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 南白和的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 理論上選舉是每個政黨各自 各自去努力就要 各位 請問這一段期間 侯友宜有沒有主動提出南白和的問題 沒有喔 柯文哲現在講的好像都是別人來 抱他大腿別人吵他然後自己很委屈 反正他要的只有一個概念嘛 我主導權喔 我南白和我是老大 他把這個概念形作出來嘛 對不對南白和我是老大嘛 柯文哲要把這個概念形作出來嘛 那事實上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嘛 請問這一段期間侯友宜 有沒有主動提到南白和任何一件事情 侯友宜才是主角耶 侯友宜才是候選人 完全沒有喔 反而是柯文哲不斷的在炒作南白和的話題喔 因為他需要舞台啊 那當然啦 國民黨也有人幫忙他去炒作南白和的話題嘛就提出全民調嘛 對不對 黨都他的主體性嘛 那 其實我倒覺得在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各個層面的合作我看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樣在半年前我們就開始提出聯合政府的概念 因為我也認為下一屆的國會三浪不夠半的機會很高 所以我們要因應這種 當然如果台灣有一天會脫離這種藍綠 兩極對抗的這種局面的時候 整個政府的運作模式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所以當時在半年前我們就開始提出聯合政府的概念 那麼 所以為什麼這 一連串的鋪排 其實我們在 聯合政府相關的合作上面大部分都沒有問題嘛 大家都有共識 今天只差在一個 總統這個 選舉的這種候選人的組合問題 那以台灣民眾黨的立場是 如果要合作我們最終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贏得選舉 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不是 但是我有時候看起來像國民黨他的戰略目標是贏得出選嘛 但是沒有去管 對我們先前已經跟各位介紹過這個 科學魔法民調 那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啦 我不知道 侯 賴鍋 柯賴鍋 然後一些奇奇怪怪的對戰組合 然後 奇奇怪怪的加權 然後做出一個手 四手機民調抽樣出來說 柯文哲有39% 賴清的28% 然後用這種奇奇怪怪的數字 然後說因為我想要贏過民進黨 我不是跟各位介紹過 所以你仔細聽柯文哲每一段話 有些網友說我一直在罵柯文哲 錯錯錯錯錯 你仔細聽柯文哲每一段話 柯文哲每一段話都在罵國民黨 不然重新倒带嘛 你去听一下 柯文哲近两个月以来 每一段话都在消遣数落嘲笑 攻击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还是有人 很高兴然后去抱大腿 那你说他骂国民党公共是什么事 重点请问有没有人一边说要和谈 然后一边每天都在臭骂你 柯文哲这两个月以来一边说要谈蓝百合 一边要吵蓝百合的话题 然后每天都在骂羞辱国民党 所以说我骂柯文哲的人很好笑 又不是我骂柯文哲 是柯文哲每天都在骂国民党 我只是把这件事情点出来 莫名其妙 你一边说到整合 然后一边每天都在臭干别人 像话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谈呼 大分荡 香料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